深毒视频 让医学不再难懂 慕容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丰尸免疫科 得了过敏性子电 该咋治疗 深毒菊 听说治疗过敏性子电用激素 安全吗 亲们的求知欲 最能撩拨深毒菊的心 一颗艾科普的心 沙发 坐好 这就给大家奉上过敏性子电治疗专辑 Action 过敏性子电治疗 简单来说 就是预防过敏和控制炎症这两招 预防过敏 花粉 陈满 还是花生 牛奶 找到过敏源 远离过敏源 从而达到控制过敏性子电发作的目的 如果是药物诱发的过敏性子电 可在医生指导下停药或者换药 如果是粉尘 寒冷等环境因素诱发的过敏性子电 那就换个环境 让免疫系统消停一点 自己也能舒服一点 控制炎症 一 让免疫细胞恢复理智 过敏性子电是因为免疫系统故障搞出来的血管炎症 不是免疫系统误伤了内皮细胞 就是免疫系统亢奋搞出了过敏反应 总之 让免疫系统恢复理智 就能控制炎症 缓解症状 如果能够阻止白细胞的聚集 让战争的规模小一点再小一点 就能控制炎症了 非灾体抗炎药就是这个治疗思路的药物 代表药物有对乙线氨基酚 布洛酚等 如果能够让免疫细胞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不就能控制炎症了吗 激素类药就是这个治疗思路的药物 代表药物有波尼松 甲波尼龙 地塞米松等 如果能够降低免疫细胞的功能 抑制免疫反应 也能控制炎症 免疫抑制剂就是这个治疗思路的药物 代表药物有环瓶鲜氨 环胞素 帕克莫斯等 二 让炎性戒指失效 肥大细胞被IGE插中之后 就会释放阻碍 潜力腺素 细胞因子等多种炎性戒指 如果能让这些炎性戒指失效 炎症也就能被控制了 其中 阻碍是最重要的炎性戒指 科学家发现 阻碍必须和阻碍受体结合后 才能发挥作用 那我们就生产一批假阻碍 去霸占阻碍受体 让真阻碍无处结合 失去受体的真阻碍也就失去了作妖的能力 炎症就这么被控制住了 代表药物有绿蕾塌定等 3 减少血液中的炎性成分 过敏性子电患者的血液中 抗体啦 抗原啦 炎性戒指啦 这些能够搞出炎症的家伙不是一般的多 如果将患者血液抽出来 经血液置换机处理 把血液中多余的炎性成分去掉一些 再输回患者体内 那么患者血液中的炎性成分就减少了 炎症也就能得到控制了 这种治疗叫血浆致患 治疗费用较高 一般是男制性子电患者的治疗选择 瞧黑板 如果过敏性子电患者发生了长套叠 长坏死的情况 需及时手术治疗 过敏性子电患者在发病后半年内 都有可能会出现肾脏损伤 所以这半年内 患者需定期检查肾功能 防止肾功能悄咪咪的发生恶化 造成严重后果 说完治疗 过敏性子电专题就要落下帷幕了 深毒诗词小彩蛋 走起 红点红斑莫大意 关节肾脏可累积 发病机制很深奥 免疫系统该背锅 防止过敏性子电 过敏原药找清楚 控制症状有良药 具体用法遵医嘱 深毒君留下金句 就此告辞 咱们下个专题见啦 救命 新架脑梗前列腺 乳腺子宫内分泌 13大科室 上百个病种 尽在深毒视频 最新问诊 十几万公里医院医生 二十四小时待命 养回哟 预约挂号 全国医院任命挂 3W点深毒TV点唱 深毒全听加TV 要关注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